各位观众您好 今天给您介绍的是市井会鱼球 鱼球是自己来做 比较嫩 比较鲜 而且可以按照你自己的口味来调味的 那么如果你觉得麻烦 你就在菜场里头买鱼丸来就可以了 这里买了一块鱼 这个鱼只要是白颜色的鱼肉 免鱼 黄鱼 甚至于鰻鱼都可以 那么炒鱼也没有关系 把这个骨头拿掉之后 就给它这样子刮 或者是用搅肉鸡搅 但是削骨头不能有 这样子给它刮 或者是给它切成碎以后给它剁碎 这样子给它都剁碎了 剁碎了以后用刀背好好的剁 然后就放在碗里头 再加一点鱼浆 然后就来调味 这个调味的时候用的是盐 还有就是太白粉 调了水的太白粉 把这个鱼肉好好的打了以后 就放在这个碗里头 就加这个调了水的太白粉 那么多用几根筷子 同一个方向就是搅拌 搅拌到最后 要记得给它这个加一点蛋白 加一个蛋白下去 让它滑嫩 这也就是我们平常做鱼丸的一个方法 那么把这个鱼浆 调好了的放到冰箱里头去给它冰 冰一会儿 放在下面冷藏就好 差不多一个小时就拿出来 你就可以来炸了 今天我们这个鱼丸是炸的 因为这个还没有冰 所以炸起来恐怕太稀了 不是很好炸 那么油给它烧热 烧热了之后就把这个 用这个水把这个手弄湿了 然后一个一个呢 就把它这样子挤了 往这个油里头放 就这样子给它炸的这个黄黄的 等到它浮起来 已经熟了 就可以捞起来了 那么这种鱼丸 就可以按照你自己的这个口味 加多少盐 多少这个蛋白 要多这个 可以自己来调整 那么至于说今天的这个鱼丸呢 我已经预先炸好了 就是这么大 不到一寸的四方 这个炸好了的再拿来灰 那么你必须要准备一点这个配料 今天这个配料呢 有青钢菜 火腿片 还有呢是香菇 这里呢是一块笋子 一块笋子切片 好就这样子 这几样东西呢 颜色也不一样 那么味道也不相同 就是把它切好 准备好 那么这个焙的东西 大家也晓得啊 我一开始也说过 一定要熟的 所以这个青钢菜呢 都是烫熟了的了 那么这边呢 已经有高汤 也就是用这个鸡骨头煮的 一个半锅的汤 汤滚了以后呢 就把这个鱼丸放下来 再把这些配料放下来 这样子来焙 这样子来焙 因为它是属于青灰的东西 所以调味的时候呢 放的就是盐 但是因为它是鱼丸 它是鱼啊 它有腥味 所以呢 记得还要再放一点这个酒 还有胡椒粉 这里是酒 这里是胡椒粉 好 就这样子给它焙一下 这个煮的时间 要看这个鱼丸 也就是说这个 刚刚炸好了的 那么它是热的 马上就好 如果是已经放了很久了 已经硬了 或者是说已经冷了的 或者从冰箱里头拿出来的 你就记得 要把它这个焙煮的时间呢 就要加长 因为所有的材料都是熟的 只要是透了就好 那么这些配料呢 因为是切的都是片 而且青钢菜都是烫过的 所以呢 一滚它就能够熟 本来就是熟的 就是很烫了 很热了 只是鱼丸 也就是煮料 是这个鱼丸 鱼丸够熟了 够热了 那么你就可以给它起锅了 在夏天呢 可以不要够芡 如果是在冬天 你希望它吃的比较暖和一点 你可以把它够个芡 好 现在呢 我们就把它这个 装在这个碗里面 我等就是用这个水盘 因为这个放到这个水盘里头 看起来比较好看 这里呢 是麻油 给它少许 少许的麻油 这个就是今天给你介绍的 这个 会的这个鱼丸的做法 非常的简单 也非常的家常 那么炸过的鱼丸 就跟白的水煮的鱼丸的味道 就有一些不一样 会更好吃一点 您不妨试试看 明天见 这个鱼丸的鱼丸的鱼丸 我喜欢汉兹的鱼兰什么 这个鱼丸洋的鱼丸 是什么 所以那个鱼丸的鱼丸